我來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吳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寶箭 我們今天也學一下那些開箱UP組 然後學一下他們的開箱 然後給大家開個寶物出來 就一家瑞麗樹地 整個都是一個粉絲從瑞麗寄過來 看一下是什麼好東西 那我們現在動刀了 寶箭 哇 這麼重啊 個麥 你看一下 哦 終於出來了 這個估計 看一下 標準的溜滿窗啊 哎 水頭不錯啊 這老美呢 這個開窗工藝還是很牛逼的啊 沒什麼表現啊 然後這是一個石頭的一個斷口 感覺都沒有什麼皮啊 那說明它這裡面就是它的漏汁啊 說明這個肯定是個大坑啊 是個雷啊 絕對是個雷 百分百是個雷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皮像啊 這個皮的話可能 也是經過洗的 洗過的皮啊 黑石頭啊 黑石頭啊 應該是莫萬機的一個 散口的一個料子啊 不過基本可以確定這個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大坑來的啊 然後基本表現應該不會太好 然後我們現在跟顧客溝通一下 哎 你好 老哥 嗨 聽好 聽好 那個 幼兒園在其他地方買的 所以居然在這邊 包括看來怎麼樣 是不是想他們剛才說的 中水好不好 現在看來是這個漿吧 這個現在就是 你這個是多少錢買的 一萬吧 一萬啊 這麼大嘛 但是還是有點小貴一點 具體還是要切開吧 這個正常或者偏常誰都不知道啊 那時候反正跟你確定方案嘛 然後切開了看怎麼怎麼收嘛 看一下啊 就是我們剛切的時候 我們是沿著這條大列切下去了 因為它這邊有一條鏈 所以不得不從這邊往下切 好 切開的話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哇 這勞免的開窗手段確實高明啊 這開窗看的肉質是非常細的 然後是一個冰油底 開出來你看這裡面的顆粒感 苍蝇製啊 就非常明顯 所以這塊料子怎麼說呢 也是退了啊 就沒什麼結果 好 現在是剛才跟顧特在溝通了 溝通的說是 他現在還沒有確定是不是要 要剝手桌啊 要剝手桌就這邊再切一刀 這邊也有一條鏈啊 這邊再切一刀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手桌了 沒有手桌只能壓住一份 但是這種料子說實在啦 我不停掉了 沒什麼用啊 現在可是說是要再切一刀啊 走一下看看手桌 太粗了 沒聞是沒聞 那是滿滿的餐飲刺啊 沒什麼軟用 老哥啊 還是涼啊 很涼啊 很涼啊 手桌是可以做啊 沒力也是沒力 但是有紋啊 就做出來那種 顆粒桿 它是非常粗啊 沒有紋 它是沒有臉 沒有臉 但是有 手桌可以啊 壓出來一條的話 也吃 也吃個百八十塊的 那他們就 他們做的是一次性的生意 你懂嗎 那不看你看誰啊 呵呵呵 反正你一下子也不會來了 就是他這樣搞 搞後 搞 搞壞這個賣粉碎的 好的好的 那就是這些料子全部切珠子 是吧 那現在是跟顧客溝通的 是要這個要車珠子啊 就全部切成片料 然後拿去壓珠子 我們現在就交給師傅去切成片料 我們明天過來拿 那過程大家也看到了啊 就我們就從壹塊 這也是壹個斷口料來的 其實也很明顯 他表皮看起來是非常好 但是那些老免開窗的 真的技術是非常好的 一流的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 應該是做的假皮啊 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外面看是非常好的 這種坑是非常大的 不要去採 千萬不要拿錢開玩笑 奮勸大家 天上沒有肉可以撿啊 就只有坑等著你去採 好 那我們這一期視頻就到這裏 感謝各位觀看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